中文字幕志愿者 于鲁我告诉你 三皇五帝只治天下 明月治之而乱魔甚眼 这就是他的结论 三皇之之 上北日月之名 下魁山川之经 中度四十之始 三皇五帝这些知识 这些智能 在上扰乱了日月的光明 再下来 乖立了山川的精华 在中间打乱了四十的耕屁 四十之则的意思 有人解释 当然也是更替的意思 这就是承宣应说 智星辰北惠 日月位置不明 山川乖立 月术位置崩结 废坏四十 寒暑位置三叙 其智 三玉 参与 立脉之尾 宣规之寿 这句话呢 也是 因为这个宣规之寿 怎么解释 也是争论很大 立脉之尾 当然好解释 就是三皇五帝的智慧 智慧和知识 比蛇蝎的尾巴都毒 就是害处都大 可是相规之寿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祝家来也解释了不一样 中泰说 相规 幽云 归先 为归取生物 一位使者 如虎豹之类 立脉 举其小 相规之寿 举其大 这个也是暂时 用他的一个说法 他这个 他对这个 他们的知识的伤害性 就像这个什么 缝 蝎 这些尾巴 那么毒害 就像相规 就像这个什么 食肉动物 那么 危险 莫得安其姓名之情者 而幽自 这个地方 莫得安其姓名之情者 那就是天下人 不能安其姓名之情了 而幽自一位圣人 不可恥乎 可是呢 他们这些人 把天下人人的姓名之情 姓名的状态 都扰乱了 可是还自认为 自己治理好了天下 那这不是很无耻吗 子贡 促促然 力不甘 子贡 就感觉到 非常难为情了 孔子 为老丹月 秋至 诗书 礼乐 一春秋 六经 自一位久矣 熟知其故矣 熟 那就是非常娴熟了 直到这里 其中的故事 其中的典记了 以兼者七十二军 论先王之道 而名周昭之机 一军无所勾用 勾也就是录取的意思 我去兼 也就是求 或者去拜访 去自己毛遂自荐 就是向七十二个国王 都递了申请书 要求他们用我 向他们讲述 周昭治理国家的 那个什么 周昭的故事 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没有一个君主用我的 慎一夫 人之难睡也 道之难明也 哎呀 这个人太难被说服了 道也太难 就是向人讲明白了 老子也 兴义自知 不于知识之君也 真幸运的 你没有遇到 就是能够 把天下治理好的君主 夫六经 先王之陈记也 其其所欲记载 六经这些东西 就是先王治理国家 治理天下的臣记 过去那些 就是他不是 他来真正的 先王的心得所在 今子之所言 忧记也 现在你讲的东西 都是一些臣记 夫记 律之所除 而记其律在 夫白内之相事 下面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握他这个精髓 把握他这个神 下面就是说 要追求他的神 不是追求他的记 追求他的所欲记 追求他的义 所以下面就是说 从神的角度上 神是 神化是超越于 记之上的 你不要光看 那个形体 他 所以下面就是 要有神欲 而不是外在的 一种模仿 下面就是 夫白内之相事 孟子不孕而风化 风就是交配 化孕育 就是白内 是一种鸟 水鸟 就是雌雄 就是对着眼睛 相互看了一阵子 这个雌鸟就 化孕了 宣应说 牧子不孕 定静住世 就是自然生子 所以说牧子不孕而风化 这就是说 他完全超越了行迹 超越了 比如说 你看这两个鸟 他不像那个公鸡和母鸡 还爬到身上去 爬到身上去 这不需要 第二种情况是 好 虫 雄名于上风 雌应于下风而风化 这是第二种情况了 都是超越 超越这个外在的行迹的 你看他 他没有无形之中 自然就 类自为雌雄 故风化 这个类呢 也是争论很多 有人说 这个类是一种兽 但是 当然 我觉得 郭向 这个最初的 也没有把类当作兽 一种具体的兽 你看郭向说 夫同类之雌雄 鸽字 由于相干 这倒是对的 类自为雌雄嘛 就是同类嘛 人 有男有女 动物 有雌有雄 这个雌雄呢 他到一定程度 他们相互之间会有感应 互相吸引 所以说类自为雌雄 故风化 鸽字由于相干 相干呢 那就是互相吸引了 也就是 中泰说 因逆虫而推延制 言凡虫柴之类 鸽字由其雌 唯有雌雄之和 而后可以化语 所以说 这是这个中泰和郭向 两个人的解释一致的 但是焦虹就有点不一样了 焦虹的解释说 类是寿鸣 山海晶云 但冤之山有寿眼 其壮如梨而有踪 有什么 猫啊 其名月类 自为聘母 但是性不可以 下面就说 性不可以 命不可变 人的本性 万物的本性 是不可改变的 人所受了奋命的 也是不可改变的 性 就是你作为人 作为牛 作为鸟 你这是你的鸟性 人性和牛性 这个没法改变 命呢 你被老天 判你 做人 做牛 做鸟 也是没法改变的 其实 在天越命 在人就越性 天命之为性 这就是命不可 性命 就是不可改变 就是 实不可指 道不可拥 这个 我们这个实践的 一直在推移 没人能够 能够指住 这个实践的推移 道来 大道一直在流行 也没法 没人能够挡着它 苟得欲道 无自而不可 诗言者 无自而可 如果你跟石和道 跟大话同流了 那么你做什么事 顺道而行 什么事都可以做 如果你跟道不合了 你什么事做不了 所以说 你跟道相合了 那么呢 也就是你把握 他的记 他的所义记 把握他的神了 下面孔子听了之后 孔子不出三月 就是在家里待了三月 就是反思去了 复见 出了三个月之后 又去见老丹了 岳秋德之一 哎呀 我明白了 乌雀儒 于覆墨 细腰这话 有地而胸提 乌雀儒 儒来是浮卵耳 按中太解释 浮卵耳浮 乌雀这个 就是它是浮华后代 是就是像母鸡一样 爬在这个卵上 就是把它浮出来的 于覆墨 于来 就是那个什么 传播后代 是把这个 什么像如鱼墨 以生子 这是林熙的解释 实际上就是鱼 把那个鱼子生出来 在水里慢慢浮华 跟那个青蛙一样 应该是 细腰这话 细腰就是缝 化了就是 把别的 别人的这个幼子 化为自己的幼子 这是不同的 这个生育方式 和和和自 都是自然而然的 咱们说 这是意思 化就是化 他无之子为己子 就是实际上 这是古人的观察 不细致造成的 就是甘宝搜神记 土蜂常取丧虫玉子 玉子 则皆化为己子 其实你们知道 这个土蜂 是一种 马蜂之类的 豆叶 这个桑叶上的虫子 就是捉过来 放到他那个 幼虫旁边 让他的幼虫 把那个虫子给吃掉 然后他的幼虫 不是又长大了吗 可是我们 现代的人的 古人的 一般认为 这个他是 他是这个 说土蜂捉了别人的虫 然后把他 复发成自己的孩子 最后变成土蜂 这就是所以他才说这个 细夭这话 就是古人不知道 他娶丧虫 喂养妻子也 这就是我发现的问题 还认为是 他把别的那个虫子 来幼虫 化成改变成 通过就是 抱过去 改变成这个 把他们长大了 变成这个土蜂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也知道 下面有地而胸提 这下面又说了 如果妈妈 就是怀孕了 生出来弟弟了 那哥哥肯定很伤心 就开始哭了 因为什么 这就是按照林熙 也解释 兄弟同母 必辱绝而后生 胸不得辱 而后有地 无兄弟 一般的这个母亲 到两岁之后 孩子两岁之后 就不能再喂孩子了 因为两岁之后 那个奶水 也没营养了 对小孩不好 而且如果你这个 在喂孩子期间 比如你孩子他一岁 你在哺乳期间 你怀孕了 你这个 因为你这个 你怀孕的期间 你这个奶里头 有那个孕激素了 对你这个小孩 你还再让小孩 吃这个奶了 也不行 所以这就是说 必须绝入而后生 九亿 福秋 不欲化为神 就是很久了 我呢 就是我 我恐求 不顺化而为人 就是顺化 就是我们做人嘛 都是顺从老天 把我们造成 现在的男人和女人 实际上再过一百年 我们又得 听着老天 变成别的东西去了 不欲化为人 还能化人 如果你不顺从 大化而为人 你怎么能 敢化别人呢 老子曰 可秋得之以 好啊 孔子悟到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